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孟佳阿倫對上波辛蜜阿倫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最近會員群組Live群組已經開通了 有興趣的觀眾加入會員之後 可以來到我的DC社群裡面 找到我的ID 詢詢我你的Live的ID 我們就會把你加入我們的Live群組裡面 也會在群組裡面跟大家先聊CD國的相關問題 或者是一起玩遊戲都有機會的 好 我們就來開始這場比賽吧 這場比賽還是孟佳阿倫 孟佳阿倫的話最大的特色是 他升級的時候會給兩村 這兩村就是他的經濟加成 那除此之外呢 孟佳阿倫這個戰車大象馬功 都是比較適合他的路線 那我覺得孟佳阿倫的話 有點算是需要後期打落馬的文明 但是他落馬又不是很強 所以我覺得孟佳阿倫玩起來 會有點綁手綁腳的 可能還是要靠多一點這個森旅的招想 去點這個救贖思想 或是點下自己的大象 攻城戰象 相公之類的去做琴亞比較好 因為他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到了後期會有點難打 所以比較會多需要用這個肉馬去抓對方攻城器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這個文明很久沒有出現了 在阿拉伯上面 那阿拉伯的波西米亞呢 重點就是要在修道院 趕快點下這個宗教狂樂跟神色思想 好 增加這個村民的移動速度跟血量 讓他可以獲得一個更好的經濟加成 那波西米亞本身是一個絕金挖 挖金是免費的文明 但是他並沒有挖金比土耳其快 甚至也沒有比瑪麗快 所以這是需要注意的一個細節 並不是免費科技就是比較快的意思 這個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波西米亞呢 這個文明比較適合走步兵路線跟火槍路線 那城堡時代呢可以研發化學 所以可以考慮在城堡時代出點奴兵 奴兵那頂下化學的話 基本上攻擊力3號都可以領先對手的 算是一個蠻強的壓制 連對方的4防馬都有可能被射爆 這就是波西米亞城堡時代的一個壓制力 那如果對方攻兵出太多 我會覺得很難打的情況下 波西米亞也可以打這個 不spy戰車 可以做一個防御 防御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呢也是非常強大的 那我覺得波西米亞後期還是要靠他的榴彈炮 然後榴彈炮配上這個 疾兵還有火槍 可以做一個不錯的完美組合 對方 遊俠過來 這個疾兵還有25%增傷效果 所以整體打起來 波西米亞遇到馬國也不會太弱 遇到攻兵國 可以用榴彈炮 配這個火槍做一個反制 那遇到步兵國的話 火槍也可以 順利的打掉 那火炮部分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所以波西米亞到後期成型的話 是基本上是無解狀態 那真的要解的掉的話 我想 就可能只能用大量 馬直接硬A了吧 然後再出一些步兵 但步兵又會被射爆 總而言之 這個打法是非常難產的 很多人在問這個要怎麼解 其實我也太知道 這個只能在他成型之前 把波西米亞打死才可以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地圖方面是果子 這邊有開了6個 那正面的話是5個石頭 後方的話有金礦 左邊的話有兩塊金 一塊金 一塊金在正方 另外一塊在後方 那這樣地圖來說的話 其實算是有點接近天土的狀態 因為果子跟金礦都偏 偏家裡的位置 雖然果子比較偏外側 但金礦在裡面 那後方這邊稍微微笑的話 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整體要給評分的話 我會給這張圖大概60分 剛好幾個 這邊稍微微一下就好了 然後這邊也稍微微一下 稍微微一下 用提起防向 防守成本並不會太誇張 可以接受的範圍 算是這邊再微一下 拉到底 或是直接圍這個斜斜邊邊角角 都可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孟加阿倫 孟加阿倫的話 地圖在這邊可以圍一下 這個 哇他圍出去喔 圍出去就要圍大 圍比較大一點 但圍起來的話 會是比波西米亞 更輕鬆一點點的 那目前看起來 這張圖有點偏天圖了 基本上是有八九十分以上的 接近滿分的圖了 而且他兩塊金 是在裡面的 一塊是在外面的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就是 為什麼我會去 教大家去了解地圖 最主要是因為 我自己在新手時期的時候 會很容易搞不清楚 到底要怎麼圍喔 那我覺得 每一場的比賽 阿拉伯都講一下 要怎麼圍的話 大家會有個概念 就不會 會有那種迷思迷茫 不知道該怎麼圍的一個狀況 當然老玩家們可能會覺得 哇這個又在講了一些基礎 會覺得很煩 當然 我們頻道的宗旨就是 就是要講 哈哈哈 我們頻道的宗旨就是 就是要講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孟加阿怎麼打吧 孟加阿這邊是選擇下人馬舟 孟加阿這邊是下的軍營 軍營的話 待會可能會直接轉這個射箭場 黃金礦有在挖嗎 有 有兩個人在挖 打射箭場的機率是偏高的 那我覺得不會暴打 可能就是瞎打小鬧 然後漸漸的把自己家裡圍起來 我們先用二倍數來加速 那孟加阿這裡有個細節喔 他是沒有吃果子喔 因為他知道這個果子 守起來的防守成本會比較偏高一點 除非這邊可以有機會拉一條線防守 才有去吃果子的可能性 好這邊我玩是下一個射箭場 好 那破西米亞打射箭場 孟加阿三隻之後已經出來了 應該是兩隻喔 加於每一隻三隻 這邊拉了兩個臭命直接出了木牆 開始要圍死 正面這個果子去 槍兵在這個位置防守得不錯 讓對方沒有辦法第一時間進來燒了 好破西米亞這邊選擇了一個小圍方式 然後後面還是有相當落洞 漏洞可以打的 所以破西米亞可以先暫時小圍 等待會自己軍力足夠 可以掌握對方刺猴的動向情況 再去大圍就可以了 好這邊三隻刺猴直接上高地想要硬打 可以收掉一村沒有問題 OK孟加阿這邊撞到一村 還可以接受 只被換掉了一隻刺猴 刺猴雖然不到又回到四隻 好貢兵直接往後走嘛 好這邊看起來 破西米亞有可能會先把自己家裡圍死 才有可能會出門 所以前起的一個交戰 應該不會花太多成本去做防守 那很有可能待會這邊帶五六隻公兵 就會出門了 然後配自己幾隻槍兵 好這邊想要出去大圍 但看到這邊吃手出來 有可能去抓落蛋村民嗎 好這有兩隻槍兵防守 好公兵要繼續追嗎 好最後還是圍晚了 好這邊圍圍 OK那圍的方式還算正常 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好這邊小圍確實圍得不錯 直接繼續TC聯訪 也是可以 雖然這兩個房子就顯然沒有太大意義了 好那破西米亞蓋了一個馬舅 不知道是不是想要迷惑敵人 或是先預判對方會出毛病 好先下一個馬舅 待會對方出毛病的話 可以及時出肉馬去做反制 但殊不知孟家人這裡一隻毛病沒有錯 反而是下了雙射箭場 想來打這個小公開 那孟家人打公兵的話 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是後期的公兵會稍微弱一點點 好這邊要打公兵的話 就要來特別注意一下破西米亞 會不會壓制住公兵呢 因為破西米亞公兵一樣是有這個化學的 那兩邊都沒有母子環的情況下 我覺得孟家人打公兵優勢並沒有非常巨大 要打就打相公 相公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是這邊破西米亞 會不會先下大學呢 還是修道院 這邊可以值得來關注一下 我覺得應該直接先下大學 不要開農 先下大學 因為他這個公兵數量有點多 15隻 那孟家這邊公兵數量也蠻多的 11隻 好兩邊幾乎同時升到了城堡時代 破西米亞第一時間按下奴兵升級跟二級射 孟家這邊先升奴兵二級射沒有先點 稍微慢了一點 缺了一點黃金 好 這兩邊都升好了奴兵之後 破西米亞是選擇了該處理一棟TC 想來去挖野精 那去下了修道院沒有點 好在裡面看到也都是DC 兩邊都是雙TC開農 好大學這邊 孟家是晚了一點點 破西米亞這邊是先點彈道學 那這裡有個差異點就是 看到防守方 這邊是先在下TC的情況下 大學就不用那麼早點 那如果你是進攻方的話 大學盡可能早點點 比較會能打到點東西 甚至會有點優勢 好這邊稍微射一下 這時候就是奴兵 有彈道學很準 但距離有點近的關係 還是吃到一些流劍 好這邊主金直接爆開 守不住 孟家這邊選擇撤退 因為有母子環的關係 生怕覺得自己打不贏 數量上確實有點難打贏 好這裡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好共鳴這邊再繼續做對射 這邊出名損失了大概8隻左右 破西米亞這邊獲得了非常大的勝機 好孟家這邊轉錯了大象 OK相公的話 打工兵就很有看頭了 這個血量優勢多很多 好那這邊補下了一個化學 好那這邊奴兵的優勢傷害就提高了 5加3對上5加2的工兵 直接多一攻 當然打大象來說的話 看起來沒所感覺 但其實數量優度的情況 這個工兵還是其實蠻厲害的 好相公這邊數量也沒有被堆疊起來的關係 所以抵抗對方的工兵沒什麼太大意義 可容就被對方被對方給射死了 好這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以隨時反制對方的工兵 還有投石村 這一坨弩兵直接走進來 不管TC射了一村 好這裡有帶到學了 射得非常準 或是這邊經濟也被受到了干擾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又可以再殺一村了 哇兩村沒問題嗎 哎呀又射得到了 很準很準 好這個投車砸一發 哎呀 孟家這個砸得非常漂亮 直接低打高居然還砸掉了 那應該是殘血投石車 這個投車被工程器招手被砸掉沒有關係 後面再補了一個 孟家打算是偏保守 沒有太大的防御瑕疵的問題 當然他這個打會有個問題 沒有辦法一直出去那我會很麻煩 而且這邊工兵也送掉了 這坨工兵想要再出去騷擾波西面 加利祥就是用投石車跟大象 相公跟弩炮做反擊 這就有點難搞了 畢竟孟家就是沒有拇指環 而且攻擊力又比波西面少了一攻 打起來真的是會有點難打 很容易這一坨過去 家裡有毛兵攻不定又很容易守住了 好這邊攻不定數量有優勢 直接反射回去 孟家這邊開始想要秀操作 兩邊操作想要秀好秀滿 但你看這邊有秀跟沒秀一樣 人家多一攻傷害就是比較猛的 這個出攻兵出去很難打到東西 就是這個原因 好波西面少這邊穩穩的發展到3TC 孟家這邊也是 但出名數上來說是由孟家這邊是領先一點點的 大概也領先了一兩吋而已 並沒有領先太多 好波西面少這邊轉出了戰毛兵 好神聖思想 開始補下 生女的血量 跟村民的血量 頭車砸一發 沒有砸到 現在變成頭車大戰 孟家這邊補下了 帝王四代 這時候出騎士去打 對孟家來說也不好 因為 我記得孟家好像也沒騎士可以玩 DLC印度文明都沒有騎士 只有輕騎兵 輕騎兵出去更慘 直接被射爆 所以我覺得孟家這邊要打工程器的話 還是出這個生旅比較好 畢竟生旅是 基本上是滿的 滿科技的 而且他的防禦 還有三攻 這不是三攻 三防 雙三防 近防三遠防三 所以用起來生旅也不會太爛 但孟家這邊其實對對方頭車沒有感太大興趣 反正覺得自己用頭車就可以守住 結果上方想要去偷雞 結果被對方的波西妙的毛兵給打了回去 哇 我覺得孟家這邊在瘋狂送兵 然後還打不到任何東西 有點虧 孟家這邊肉有點爆 拍到了一千多肉 這邊點一下三級射 家裡村民有些在發呆 黃金剛挖完 後面這塊黃金也在挖了 這是他最後一塊救命金 他的靈魂換金已經被波西妙的城堡給壓住了 待會要挖金晃也成到野區去挖了 種種要素 看起來孟家是偏超劣勢的 波西妙這邊可能會 更可能 更快成型 那如果對方如果出大象的話 波西妙還可以出我們說的胡斯派戰車 哇他真的在暗 胡斯派戰車的遠防非常高 而且打工兵有外傷害 非常非常好用 那最初版的 胡斯派戰車他只會射出一個炮彈 那炮彈就像一般的火槍兵一樣 而且射速非常慢 在 上幾次改版之中 這個波西妙的胡斯派戰車 已經有這個小炮彈會射出了 有點像是 旁邊的人會一直射各種小槍出來 算是蠻有趣的畫面 但實際的素質傷害是怎樣 我不太清楚 但算是補正了他 攻速太慢的一個問題 好 波西妙果然按下了 5炮 但榴彈炮升級需要大量支援 所以這邊要稍微等一下 才可以升級榴彈炮 好這邊果然 孟加拉打出了大量輕騎兵 孟加拉輕騎兵是三防有的 所以坦度來說是有一定的保證 但是沒有大落馬 血量就是固定80滴血 這邊直接想用大落馬 直接去拆後面火炮 距離投資金應該也是可以 奴兵應該可以解掉 但是中間後面的戰毛兵 能夠收光嗎 看起來有點困難 哇 看起來全部 要被逼回城堡裡了 OK 孟加拉這邊輕騎兵戰術打得非常漂亮 沒什麼問題 好 單車一個人在這邊跟TC對打 不知道是什麼奇怪的畫面 應該沒時間空他 不想理他 好 孟加拉這邊輕騎兵戰術打出非常好的成績 把對方奴兵直接逼回家裡 但呼吸咪拉這邊也不甘示弱 直接升好了奴兵 也開始在升長項兵了 OK 這邊在家裡補下一棟城堡 是避免對方輕騎兵衝進了 完全沒有防守之力 城堡的話是一個不錯的防守 建築 建築 好 佛西米亞繼續補下步兵線 我覺得有可能會先升好級兵吧 這邊趕快補洞 這邊洞補得很好 哇 這個有viper的味道 這裡還有個洞 這個過不來 那沒事了 那這樣就沒動了 OK 雖然家裡沒動 但上方這邊被受到一些侵擾 好 軍來不及蓋完還有一個還在繼續蓋 長槍兵出來防守 錯一下這個輕騎兵傷害非常的高 直接戳爆 OK 長槍兵果然還是打騎兵非常好用 好 正面這邊也沒有隔著 繼續進攻 但城堡一蓋好這邊弓兵也是要撤 火炮也要小心這方輕騎兵的一個輸出 這個傷害很高 但有可能機會修得回來嗎 哇 應該是要修回來了 這個火炮 哇 這裡佛西米亞打得很好 家裡守住了 火炮也守住 雖然外面還是有被燒了到一些些東西 但還可以接受 聰明書沒有下降太多 而且甚至是持平狀態 這樣對佛西米亞來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經濟非常好 人口接近200人口 不是接近 是已近200人口 好 距離投資經濟可以考慮再繼續按 但對方這裡沒有轉更多的這個 大象 象弓的關係 所以胡斯帕戰車就且暗且珍惜 按個一石一石一下的一兩隻就可以 如果待會真的是很多戰車出來 或者是非常多的象弓 再繼續按胡斯帕戰車就沒問題 基本上這場對決 波西米亞的後期優勢 勝率高達90% 孟加拉的勝率只有10% 非常低的幾率 因為波西米亞這邊只要出個疾兵 就很容易把對方的戰車啊 輕疾兵全部戳掉 那如果他直接把戰車轉成弓箭模式 榴彈炮又會處理他 所以完完全全被文明壓制 那如果要打勝率戰的話 波西米亞勝率也不會太弱 甚至是更有優勢一點的 他只要點一下胡斯帕改革金冠 這個勝率科技跟勝率都不需要消耗黃金喔 沒案子勝率只要100弱 非常省 所以整體看啦 孟加拉的勝率 基本上不高 這個要翻盤不太容易 這個就算叫VIPER來打 可能會有點難打 但VIPER絕對不會讓對方喔 波西米亞過得這麼舒服 這個沒有辦法 每個玩家的戰術打法 想法 觀念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結果導致喔 後期就會不一樣 好 這邊直接拆掉了 OK 找兵出來 孟加拉的垃圾兵 並沒有太多的優勢 只有戰毛兵是滿的 槍兵不如線也沒有三防 稍微弱了一些些 雖然波西米亞這邊要出肉馬也是偏難一點 好這邊他點一下榴彈炮 加上大城鎮戰術 火器單位移動速度增加 這個火炮啊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他的寶兵喔 都會增加這個移動速度 火器單位 好 好後面補下了更多的工程機製造所 遇到對方的 急兵 不是急兵 戰毛兵還是有點難受 這樣出 急兵跟強弱 都會被戰毛給射爆 但是只要留單炮一出來 這些戰毛兵就不能囂張啦 好兩巨頭直接進行工程 後面方有一大坨的 先騎兵直接開砍後方的村民 這邊村民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哇 波西米亞後面突然還是被鑽了個洞進來 騎兵被自己的建築血給擋住 進不去 這邊回到戰場 這個 波西米亞戰車吸收非常多的劍石傷害 好 這邊開始在射炮彈了 子彈打這個波西米亞的 打對方的戰毛兵 傷害非常的好 而且榴彈炮也在後面輸出 榴彈炮已經升級好了 50 攻擊力 射成12 血量90滴 那對方就算有火炮也要兩發以上 才可以打得死 這個榴彈炮 好 繼續出出 正面看起來 波西米亞優勢非常巨大 孟加拉本身解粗 出了一堆垃圾兵 黃金已經歸零 變成她的附近 附近已經被波西米亞給挖走 像在挖野精的話也有可能被抓包 這一場孟加拉已經走遠了 好 現在只能打垃圾兵的狀況下 這個是九死一生 再解難逃 再逃難解 再解難逃 應該是這個吧 好 好 孟加拉村民村民顯示135村 波西米亞則是120村 稍微被殺一些村民 但沒有關係 待會再拘捕一下就可以了 正面的壓力還是非常巨大 波西米亞這邊只要產出更多榴彈炮出來 慢慢推進 孟加拉遲到會打出GG的 孟加拉遲到會打出GG的 挑戰報輸出 喔 有在控 OK 這邊戰車數量3台 來 好 劉民射一下 要進去射程範圍內了嗎 好 開始射炮彈 清奇兵上去想要包夾榴彈炮 但榴彈炮後沒有擊兵防守 擊兵砍這些清奇兵只要兩槍就可以戳死一隻馬 哇靠 噗 噗 這個槍擊兵實在太痛了 直接戳爆 好痛好痛 好 榴彈炮繼續輸出 打掉了一堆戰毛兵 但這邊疾病需要有點少 損失了一條榴彈炮 沒有問題 孟加拉這邊損失了將近20隻的肉馬 只換掉了一個榴彈炮 其實相當的虧喔 而且正面也慢慢打不贏 戰車輸出也是很高 坦下來的戰毛兵的傷害也是非常多 小奴活下來的數量還有四隻 好 這邊擊兵慢慢出了繼續 不行 經濟可以完全的舒服的爆兵了 好 榴彈炮下方拆建築物 但是直接被抓包 哇 這裡可能要損失兩台榴彈炮 但是對手已經打出了 拒絕 這個真是垂死掙扎 榴彈炮太強了 再配上超強級兵增傷 前級兵根本扛不住第三下 兩下就倒了 我們來看看經濟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波西米亞 引向蠻多的勝利 孟加拉這邊是撒了非常多農田 因為要出肉馬 其他的科技有沒有幫助到孟加拉後期優勢 因為雖然後期孟加拉有大聖佛教可以使用 但由於他的金礦出貝一樣 而且經濟本身後面也沒太多資源可以用 就算村民再多也沒什麼太大用處 這個就有點可惜了一點點 波西米亞這邊則是打得非常漂亮 後期還有按一些戰車出來 這是相當好的觀念 因為你正面只靠奴兵或火槍或戰毛兵 是很難打住的 你出一些戰車的話 打對方的戰毛兵很好之外 也可以扛出很多傷害 我覺得出戰車是一個相當好的細節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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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